这只长得像半人马一样的马鲁 奴役人类就像奴役狗一样 这时他身边的这位身材火辣的蚊子女 对奇亚发动了攻击 蚊子女心想着 把奇亚杀掉起来 做成她的宠物 然后慢慢地玩她 此时的奇亚也进入了九雷的杀人模式 只是一个照面 蚊子女直接被废了两只手 但是她依然毫不在意 向奇亚再次冲了过去 她口中伸出的巨大武器 原来只是一个障眼法 真正的杀招 是她屁股后面的那根长长的尾刺 其实随便被她上面 还是下面攻击 都是会中剧毒的 奇亚这时也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而蚊子女也对她的毒有很大的信心 此时她竟然直接看晓了 蚊公南河小杰的战场 但在这时她感到天地好像颠倒了一样 奇亚竟然直接骑在她身上 将她的头给转了个360度 作为杀手加责的精英 蚊子女的这种毒素 对她根本不会起任何的作用 她伸出了她的力章 蚊子女这时终于知道她俩的差距 直接认命 这时面对更加强大的半人马 凯特对她提了几个问题 不过半人马根本没有向你回答 反而嘴里说着 要把凯特做成下一个人宠 说吧便直接冲了上去 凯特轻易地躲开了 半人马却因为惯醒 直接摔倒在地 摆好姿势半人马来到凯特面前 准备将凯特直接踩死 但是凯特哪里会给她这样的击火 反而顺着半人马攻势 借力直接站到了她的马背之上 半人马愤怒地将凯特逼至你下 这使凯特发动了她的劲 一个小丑飞在她的肩膀处 数字跳动到四 当半人马第三次向她发动攻击时 下一秒 一枪秒杀 而小杰同时也击败了蜈蜈蜈蚣 但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的小杰 对没有死透的蜈蜈蜈放松了下去 跑在蜈蜈蚣发动攻击时 远处的凯特直接一枪 帮小杰解了尾 同时也提醒小杰 这些倩盒以生命力完全 以后对战时一定要将他们的头打爆 而凯特手上的武器 叫着疯狂小丑 有着一到九的数字 随着不同的战斗情况 可以变换成不同的战斗武器 不过就在她吹牛的时候 直接被凯特收了回去 这时候的倩盒以的施掌团 也得到了消息 知晓了半人马几人的死亡 更是得知凯特一行三人的情况 知道了他们是能力者 这几个施团长 自然比刚才那几个小队长 要更加的强大 此时凯特他们离巢学也越来越近 但是另一边 之前那个被他们打败的兔子 身上此时此刻正散发的 强大的能力 他竟然在失败后 获得了人类一样的念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